你老卖老到底有多讨人险 这名72岁的老人 不仅每个月都会被超市的老板报警投诉偷窃 还霸占邻居的快递不还 甚至还吓要堵死了房东的狗 然而就因为他年纪大不讲理 所以身边的人都不愿跟他计较 连警察都懒得抓他 直到有一天老人被人杀死在了家中 经过调查 重案组发现老人竟然是一名退休的警察 他当年在职期间就因为收取好处曾被降职 看来不是人老的脾气变坏了 而是坏人变老了 可这起杀人案却难住了重案组的警员们 因为他身边的人好像都有杀人动机又都好像没有 毕竟讨厌是讨厌 可还不至于到杀人的程度 在排除了尾随入室抢劫杀人以后 重案组改变了调查的方向 因为以玛丽的性格 他可不会随便让陌生人进他家 凶手应该是在屋里等着玛丽回来再将他杀害的 所以这个人肯定有公寓的钥匙 现在来看房东格里芬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了 于是格里芬就又被带来了警局 在得知警察已经把他当成杀害玛丽的凶手以后 格里芬非常无语 他说我是有杀他的理由 可我根本杀不了他 警员说杀一个72岁的老太太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 并且你还有他家的钥匙 你可以等在他家里司机杀掉他 格里芬说我不是唯一一个有公寓钥匙的人 至少还有其他三个人有钥匙 警员问还有谁有钥匙 格里芬说托里就有 因为是他租的公寓 所有的水电费物业费都是他出 听格里芬这么说雷德尔感到非常疑惑 玛丽明明有自己的退休金 为什么托里要给他租房子吗 于是雷德尔又把托里叫到了警局 经过调查 托里不仅每个月花2500美金给玛丽租了这个公寓 还要支付每个月300美金的物业费 以及140美金的租车费 还有医疗保险补充保险之类的 每个月托里花在玛丽身上的钱差不多要4000美金 托里说玛丽没有子女 我是他唯一的亲人 可托里的儿子怀特却不淡定 原来他之所以上不了心意的大学 都是因为这个讨人厌的玛丽姨 可托里对怀特的态度却非常不满 他说玛丽是脾气古怪很难相处 可他在警局辛辛苦苦了一辈子 我绝对不会把他扔到大街上 特别是他还失去了退休金 听到这里 警员不禁感到有些惊讶 他问托里玛丽是怎么失去退休金的 托里说他一次性提清了所有养老金去做投资 可惜全都赔光了 可这明显就是在撒谎 因为退休金没有一次性提清这种说法的 并且他们也查过 玛丽的退休金每周都暗示打到了他的账户里 警员问托里你跟怀特周日晚上在哪里 怀特说我跟妈妈一起去大学参加了一场研讨会 从6点到9点 地点在长岛 虽然托里和怀特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可不幸的是 托里的丈夫奥尔却并没有一起去参加研讨会 于是警员把奥尔又单独叫来了警局 审讯是离 警员对奥尔说我们已经申请到了对你汽车的搜查令 你坐在这里的这段时间 我们的人正在你的车里寻找血迹 我们还有证人可以证明你在玛丽死的时候出入过他的公寓 这明显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案 如果你不想被判死刑的话 就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我们会根据你说的情况适当帮你减轻刑罚 你能说说在照顾了玛丽这么多年后 为什么选择现在杀了她 奥尔说上周五 我接到一通消防警察退休金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我们把玛丽安置到这个公寓后 她应该忘记更新地址吧 所以这几年给她寄的信都被退回了 所以他们就打给了我们 我发现玛丽竟然每年一直有五万的退休金 我们照顾了她十五年 做了这么多的牺牲 我儿子那么聪明那么努力却没办法上她喜欢的大学 是她偷走了我儿子的未来 可当我找她对质的时候 她却对我说她从没要我们帮她 我想让她还给我一些钱好让怀特去上大学 可她却让我滚 所以我就随手拿起了柜子上的锦灰砸死了她 凶手找到 案件结束 真是好人没好报 连善被人欺 可玛丽虽然可恨 托里却也并不值得同情 也许这就是俗话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吧 为了这么一个自私自利又心肠歹毒的姨妈 托里不仅害了自己 还搭上了自己的孩子和丈夫 所以人只要保持正确的三观即可 可千万别作乱好人